好,大家好,我是杨敬 又打鼓了啊,又折腾了 欢迎这个架子放在这个角落很紧 准备把这两台的架子整过来 他刚好那里有个,你看一下 刚才那里有个杆放在那里 就要不这样不平整,你看 就是这样整过来,是吧 那边就不扣了,是吧 那里就弄个空 就每个地方都要有留下这样的东西 可以看外面 不是说可以,旁边可以看一下这个冬水的情况 那就是要搬这个大盆了 我觉得要把这下面的这个拿掉 一直讲的怎么拿,拿了你那个肯定的吸收 那就都说拿掉,拿看 你就是说不要拿 拿掉下面太长了,会那个 怎么会咯 这,你看这里面高度跟盆高差不多 你如果拿掉一下,就起码要有十几公分 哪里会几十几公分 这个四个五个啊 五个呢,你想一下这个盆子可能只会到这里为止 然后这几只就要往上移 这在哪里呢 现在把架子调整好了啊 大家看一下 现在我就是 在设想怎么摆换这些盆子 因为夏天快到了 福州有比较大的风 台风除外还有一些 平时夏天啊 下暴雨啊 就是雷震雨的时候 它的风也挺大的 那我准备 这样的架子上面 换的盆就是 不是那么高,比较矮的 先这样调整 来看现在 在地板上都是花 要大盆的 我觉得 放在这个第二层上面 现在再进行 调整 摆好要再 看一下 看一下 效果如何 好,继续 好 终于做完了啊 把这一台多肉 又进行了调整 大家看一下 就把那个一米的 那一台搬出来 因为那里 放在那里啊 交叉的地方 我也照顾不到多肉 大家看一下 我就把这一米的 放在这外面了 当时啊 想这样 想花啊 没有想到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 留一个 小口啊 平时 也可以站在这个栏杆旁边 可以看外面 也不要太挤了 我觉得 放多肉 还是要稍微的 间隔一下 大家看一下 把这个大盆的啊 放在旁边 因为我有的时候 要看外面 整个市面 看他 看不清楚 这样就比较 好打理他啊 还有这一台的 因为我 去年知道啊 这一台 这个方向的风啊 特别是 暴风雨的时候 雷震雨的时候 这一方向的风好大 可能这些 有些比较 底座不稳的 都要进行调整 调整到下一个台 所以我把高的 大家看 止了 止了 嗯 这些 这个高的都放在这边了啊 就是为了安全起见 就是在 百患多肉的过程中啊 要去 呃 发现问题 问题出来 我们就要及时的 修改啊 今天啊 湖州还是比较情好的天气 所以楼顶风非常的大 嗯 所以有些人 呃 觉得哎呀 感觉好像 有的时候会 浇水啊 就是因为风太大了啊 如果 十来天 没有 下雨啊 我就要浇水 那这些 多肉啊 这一段时间都已经喝饱水了 完成可以 啊 经受住 起码半个月的干哈 但是不可能 湖州 呃 后面几天又要下雨了 而且下一个礼拜啊 啊 雨水天地啊 就非常多的 好 今天的视频啊 就拍到这里 谢谢大家关注 喜欢的可以收藏转发 拜拜